在Feel原创韓劇《模範的思议》中 飾演男主角金杜琪的演员李大昏 在15日出席2023香港国际影视展 为Feel报剧平台和剧集宣传 欢迎来自《金杜琪》的演员李大昏 当日李大昏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亦不时向在场的粉丝挥手和派心心 非常亲民 而作为香港常客的他 亦有分享自己相隔三年半再度访港的感受 我真的非常感谢 其实在香港来自香港 大家来自访访 我们来自访访 本来自访访 香港来自访访 过来自访访 一定有20多多音乐 男人 亦爱和喜欢 每年两、三个人来 每年都可以来自访 但未来自访 我都觉得 真心上一个心天的帰力 中文字幕志愿哏 我以为,有一种連海的茴面 中文字幕志愿 在这里的執行中 在那边开始 进行为 上身后 然后 UNONG Library的 最后的温年太阳 当时的温年尽 我猜到了 当时在这种场面 就是非常感充 aye 我看到 我常常在乘客人都是白色的汽車 三十五年以後,有新的汽車 汽車的汽車像是黑色的汽車 有些汽車的汽車 所以今天還是明天 我找到汽車的汽車 同時是白色汽車的汽車 而李蒂芬亦专程跟K1韩瑜做了个专访 大谈拍摄标原创韩剧《无反的思议》的趣事 大家记得留意稍后的触本访问